今年的淡水很不一樣 今年2022年是逢馬街登陸上岸的150周年紀念 那淡水長老教會就特地借用淡水捷運站的牆面 把馬街宣教士的貢獻做了時光索引 跟著鏡頭 一起來看 淡水知名的古蹟圖片水彩在搭配短文 從馬街上岸到最後的離世 短短29年的時間對台灣的貢獻 都上映在60公尺的長廊 成了捷運站內最醒目的版面 淡水這個城鎮越來越多新加入的住民 來到這個城市居住 所以教會更有責任 要把在地的文史來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經過的路人一一拿起相機拍照 故事牆喚起民眾紀念馬街來台 在教育 醫療 飲食等等的貢獻 我們也是希望說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夠一起感染到 馬街牧師傳福音的精神 馬街教宗在捷運的策展到2022年12月31日 到榜淡水的時候就可以以此當作起點 接著繼續沿著老街來到護尾街醫館 在馬街最初傳福音的路徑 聽聽志工搗爛的解說 然而沒想到眾所皆知的護尾街醫館 原來是馬街做醫療協助時 為了紀念另一位馬街船長的捐款而去明的 這奉獻讓馬街無後顧之憂來服務淡水的民眾 原是他要到新竹去的途中 那清朝派一些士兵跟蹤他12個 那其中走到半路的時候 有一個士兵突然牙齒很痛 那那時候馬街他覺得說 因為他有學習過一些基本的醫學藥理 所以他就是弄一個很硬的樹頭給他笑一笑很尖 就直接把牙齒拔掉 那拔掉那個士兵覺得哇就很舒服 那就對他從他本身跟蹤的 要監督馬街的行為 就跟他做了好朋友 沿著觀光導覽地圖 看見馬街宣教的點點滴滴 在紀念馬街來台150周年之際 不妨用行動來體驗他 寧願燒盡不願朽壞的心智 請問等等 都請問他 拍攝 ordele 搜尾 請問他 修選 監督馬 不妨用 通知 請問他